哈喽大家好我是一號雨幕 歡迎大家收看雨幕地方置 今天要來介紹的呢 是我老公的家鄉 馬來西亞冰城 其實有想到我們剛認識的時候呢 有一天晚上我們在泉州的小巷走著 他第一次來泉州就說 感覺這裡非常像他的家鄉 直到我來到冰城之後呢 在這裡也感受到了 他在泉州時說的很像的那種感覺 地理 冰城 比內 胡拉賓娜 或稱冰州 是馬來西亞13個聯邦州屬之一 在西馬的西北側 冰城以冰威海峽為界 分為冰島和威省兩個部分 喬喬跟你們說 我老公呢是冰島人 他認為冰島人才是純正的冰城人 雖然他有不少朋友呢 都是來自於威省 但是他們還是時不時會吵一下架 來討論誰到底才是冰城人 這個呢我們有空最後再去延伸討論 其中威省的東部和北部 與吉拉州相鄰 南部則相鄰霹麗州 而冰島西部則隔著馬六甲海峽 與印尼的蘇門達蠟島相對 我們從冰城呢開車到首都吉隆坡 大約要4個小時的車程 距離有357公里 冰城的土地面積約1049平方公里 其中冰島面積為293平方公里 是一座不規則形狀的小島 島上有許多花崗岩的秋林地形 大多油森林覆蓋 冰城的另一部分 威省的面積約為653平方公里 是座落在馬來半島的霞昌府地 冰城是典型的熱帶雨淋氣候 全年高溫多雨 時常還會受到 西南季風和東北季風的交替影響 像最近年末呢 就會時常下大雨刮大風 早晚氣溫會比較涼爽 像我這麼怕熱的人呢 最近晚上都不用開空調 還要蓋著被子才不會覺得冷哦 但是據說等到春節的那幾天 就會變得聚熱無比 就跟泉州一樣是那種很黏膩的感覺 當然最近還有一個很不可思議的現象 現在中國的節氣已經是小雪了 大家也不過冬 但是泉州的氣溫 還是時不時會跟冰城差不多 有時候你都搞不懂了 是泉州的冬天太不爭氣了呢 還是冰城的氣候太過於放肆了 很久以前馬來人就將喬治氏叫做 意思就是海角 那英國第一任總督 Francis Light 他將喬治氏命名為 威爾斯青王島 但是非常少使用 老一輩華人呢 則習慣稱為 是因為早期這座小島上 有許多的檳榔樹而得名 而周輝和周期上 也有一棵非常醒目的檳榔樹 早期華人也就慢慢轉譯 稱冰城為 屁能、平南等 18世紀緬甸 仙羅大亂戰爭時期 英國趁火打劫 要求割浪冰榔羽 在1786年3月 其他蘇丹被迫同意 將冰榔羽租借給 英國東印度公司 冰城因此也成為了 英國最早在遠東殖民的 貿易自由港 1791年 冰榔羽對面的 威省也割浪給了英國 1826年 英殖民將 冰城 新加坡 馬六甲 三個港口整合為了 海峽殖民地 但其實在Franches Light 開闢冰城之前 東西方貿易在 途經馬六甲海峽的時候 都已經公認了 冰榔羽是一個有著 良好品質 飲用水的地方 在明代的 正和航海途中 就有記錄了 冰榔羽這個地理名稱 加上日後 Franches Light在任期間 鼓勵華人及其他移民 進入檳榔羽 使得檳榔羽日益繁榮 1957年 馬來亞獨立後 冰城成為聯邦其中一州 冰城的首席部長 也從那時起 一直由華人擔任 冰城和馬六甲 沙巴 沙拉月 四周一樣 沒有世襲君主 名義上的最高領袖 是由最高元首任命的 2008年7月7日 喬治氏聯合馬六甲 正式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根據史書記載 有三位客家人 在1745年就來到了冰城 比Franches Light 整整早來了41年哦 而Franches Light 剛到冰島的時候 島上的居民 也不過只有58人 這三人分別是 張里 邱趙進 以及馬福春 他們是被尊奉為 華僑的開闢者 冰榔羽可以說是 華人第一個被鼓勵移民的地方 之後 冰榔羽成為孫中山 及中國同盟會 和革命黨 在東南亞的根據地 他們不僅創辦了光華日報 也在1910年11月13日 於冰榔羽策劃了 黃花港起義 講到冰城的華人 也不得不提議一下 冰城的華語教育 1819年 馬來西亞的華語教育 起源於冰城 建立了第一家私塾 武福書院 現在稱為商務小學 1904年 冰城創辦了第一所華文學校 孔聖廟中華學校 1954年6月4日 冰榔羽三輪車 公有聯合會舉辦了 為南洋大學 意踏的活動 500輛三輪車 意踏了一天 籌貨款向漁碗 體現了華人社會 再窮不能窮教育的精神 冰州一共管轄五個縣 其中冰島分為兩個縣 分為東北縣和西南縣 冰州首府喬治市 就位於冰島的東北縣 居住人口較多 微省分為三個縣 微北縣 微中縣和微南縣 在這裡呢 要特別講一下 我每次回到冰城 最喜歡看的景色呢 就是冰島與微省之間 連接的這座大橋 它叫做冰威大橋 它是在1985年 由韓國現代建築有限公司成建 全長13.5公里 現在排名東南亞第二 亞洲第九 世界第十四 但是不管它排第幾名 我覺得都是最能夠 療癒我心情的一座大橋 它的景色實在是太美了 而在2014年 全名為蘇丹阿都哈林大橋 作為冰城的第二大橋 也正式通車了 全長24公里 為東南亞第一場的跨海大橋 冰城人口約有178萬人 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 1450人 在馬來西亞排名最高 其中 冰島更是馬來西亞人口最多的一座島嶼 同時也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島嶼 在人口族群方面 冰城的馬來人佔47.2% 華人佔42.3% 印度人佔10.2% 冰城呢 也是馬來西亞華人比例最高的州屬 所以不要再給自己找藉口 英文不好不敢出國玩了 來到冰城 你到處都可以看到華人 都可以用中文來溝通 不過要說到語言溝通問題 冰城真的是一個典型的多語社會 除了馬來語和英語 冰城華人生活中最常講的 應該就是冰城福建化了 它也是閩南語的一種 腔調主要是漳州加上部分 全州和廈門的腔調用詞 但最特別的是在這原始的基礎上 還參雜了許多外來詞彙 比如馬來語、英語、泰語、淡米爾語 也有來自其他漢語方言的用詞 感覺就是長期以來 多元種族共同生活在一起 而互相影響形成的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來到冰城你就會發現 福建化不是只有華人才會講 它幾乎是冰城的共用語言 有很多友族和外勞也會講福建化哦 當然其他北馬州屬的華人社區 也都會講冰城福建化 比如玻璃市州、吉達州、霹靂州北部等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我這個視頻 就是在對比北馬福建化和全州閩南化的區別 在冰城除了講福建化 潮州化、客家化也都是比較盛行的哦 說實話冰城景點我也還沒有全部都走透呢 不過我可以根據我的經驗給你推薦三種不同類型的景區 可以選擇你喜歡的類型去遊玩哦 第一類古蹟宗教 冰城的喬治市能被列為世界非無志文化遺產 可不是嘴上說說而已哦 你到喬治市的古蹟區走一圈 在趣味的壁畫和古老的建築中穿梭 感受從英殖民時代到現今的獨特靈魂 在宗教景點方面 冰城也是跟泉州一樣多倒數不完 堪稱冰城最著名的寺廟之一 迪勒寺 據說還是東南亞最大的佛教寺廟 鑒於19世紀的沃佛寺 融合了中國泰國和緬甸的建築風格 寺內供奉著一尊長達33米 排名世界第三的沃佛像 蛇廟 原是一間清水師祖廟 但是在廟建好之後呢 來了數條青蛇在裡面居住 每當青水祖師保蛋時 共有無數的青蛇從後山湧入廟 成為了一大奇景 因此稱為蛇廟 第二類森林公園 冰城的森林系景點真的是超級超級強大 我超愛擁有熱帶雨林的 升旗山 既可以欣賞隱藏的奇花藝草 又可以芙蘭喬治市的壯麗景色 還有還有1844年由英國殖民籌建的 冰城植物園 風格兼具英式庭園與冰城本地風景 如今園區裡最有特色的就是你會在路上看到一群又一群的野生猴子 不過記得不要隨便給他們亂餵食哦 第三類高樓博物館 光大大廈是冰城最高的摩天大樓 它建有一條高空玻璃走道 距離地面約250米 不光可以依覽無余整個冰城的景色 你還可以挑戰高空極限項目哦 而光大樓下也有一圈的遊玩項目 我覺得最值得去的就是一比一仿真做的恐龍園 看起來真的超級低真的 而冰城也還有許多不同類型的博物館 比如冰城的娘惹博物館 葉祖伊博物館 張碧市故居 也就是藍屋 如果你是一位美食達人 那你來到冰城就對了 冰城於2014年在《孤獨星球》雜誌中 被評選為全球美食冠軍城 這座被冠以美食天堂之稱的城市 真的不是浪得虛名哦 有福建麵 炒果條 果條湯 馬薯 咖哩麵 半生熟蛋配烤麵包 滿柬龜 娘惹糕 柔架 Gendo 哦對 還有拉薩 雖然我到現在因為種種原因都還沒有品嘗過 可是呢 他在美CNN旅遊網站 品學的世界50大美食中 可是排名第七哦 冰城的名人要列舉起來也是有很多 我在這裡就隨便先講幾個知名的 號稱南洋首富的張碧市 在冰城有個著名的景點藍屋 就是張碧市故居 萬星利銀行的創始人葉祖毅 他白首起家創立全馬了第一家以冰城為激勵的萬星利寶號 鼠藝克星 五連德 他用四個月的時間就控制住了東北大鼠藝 還曾被提名諾貝爾生理醫學獎 捍衛東方文明的清末怪節孤鴻明 他是當時精通西洋科學語言 兼籍東方滑學的中國第一人 馬來西亞職業壁球運動員 Niko David 是首位奪得世界第一寶座的亞洲選手 阿牛 陳慶祥拍攝過初戀紅豆冰 那首對面的女孩看過來也是他唱的哦 還有方炯兵 柯一敏 朱立倩也都是冰城人哦 啊 你們不知道朱立倩是誰 她是劉德華的老婆 潜州與檳城呢 其實真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比如 方炎 全州的明南語和檳城的福建化 多元宗教 都可以在一條街上看到好多不同的宗教景點 美食多樣化 全州的小吃和檳城的美食 我個人是覺得不相上下啦 雖然我覺得我老公聽到應該會很不開心 因為一講到十五檳城人 通常第一句話就會講到 比內灣北特拉 古季景區的整體氛圍 全州的西街和槟城的古迹区 房子都是舅舅矮矮很有年代感 作为在这座城市必去的一个景点 你真的可以在彼此的街景中找到对方的影子 那由于篇幅的关系呢 其实槟城还有很多细节的文化的特色 我都没有办法讲给大家听 过后有机会的话呢 我会再开设一个槟城系列 专门讲述槟城的历史跟文化 不知道听到我介绍 你对槟城是不是有了更全新的认识呢 未来我还会介绍更多的地方 让我们一起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好 存钱好 计划好走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我是一号宇木 希望你会喜欢宇木地方志这个全新的系列 如果有不足请帮我紧正 不接受杠金哦 记得订阅分享按赞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请及时订阅我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我是一号宇木